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1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 我是石宇兰 4月份枪震过后重创花莲观光 驴肃业者为了走出灾后低潮 特别结合了现在超过9成 将近200间的饭店 民宿 共同签下了动涨宣言 更推出了扩大振兴加码活动 从即日起 民众入住只要出示全台 不管是娱乐 交通 休闲 赛事等等的入场票券 就能够享有9折以上的优惠 拉开饭店窗帘就能远眺太平洋美景 还临近花莲市区生活机能超方便 民众现在入住 除了中央补助的1000元之外 在年底前只要出示全台 不管是娱乐 交通 休闲 赛事等入场票券 就能享有9折以上的优惠 我们已经有合作的 包含就是台湾高铁 全台的游乐区 以及台北101 然后像中华职棒的职棒赛门票 其实也都可以 所以其实大家想得到的只值票券 只要持只值票券到花莲各旅馆 那其实我相信各旅馆都会推出最优惠 实惠的方案 让观光客来选择 那大概打几折呢 我们保证承诺现场价9折以上的折扣优惠 最低都有9折 4月份强证重创花莲观光 对外的交通更大受影响 降低旅客的造访意愿 为此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 与花莲县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 首度洗手合作 结合县内超过9成近200间的饭店民宿 共同签下动涨宣言 更推出扩大振兴加码活动 我想这也是强强联手 也是让全国的乡亲知道 第一个产业界也很努力 那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很努力 希望大家一起来花莲 那也更希望无论是观光旅游 或者是会议 或者是任何活动都可以到花莲来举办 业者们强强联手 让旅客可自行选择 最经济实惠的方案前来花莲 希望能借此有效带动 花莲旅游业的复苏 一同度过正后最艰难的时期 记者徐立琴花莲室报导